渔夫捡了一个大章鱼 却没想到他是一只大海怪 他爬在墙上对渔夫伸出锋利般的舌头 一下子刺中了他的脖子 紧接着嗜血海怪就扑向了渔夫的头 想要把他活活勒死 但这只海怪还是幼年形态 几下就被渔夫给甩到地上 开始愤怒地猛踩 为了查清这种生物的来源 渔夫叫来了警察和岛上的海洋学家 众人立马被眼前的东西给恶心道 经过简单的剖析 海洋学家表示这个东西自己闻所未闻 完完全全就是个外来物种 地球上的生物分类标准根本无法将其归类 但通过它的体征可以判断 这种生物以吸血为生 似乎与深海中的吸血污贼是某种近亲 并且当清理掉它体表垃圾时 怪物的触手就会发生一样的变化 进一步说明它存活的必要条件就是血液与水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只海怪居然怀孕了 生下来如保龄球一样大小的蛋 这让拥有职业直觉的警察老下 知道事情不简单 把它与近日岛上出现的一系列怪异现象联系在一起 原来这个怪物果真不是来自地球 在几天前的夜空中 有一团耀眼的发光体掉进了海里 附近的渔船立刻被攻击 船员们很快就被未知的生物杀死了 第二天岛上的医生在岸边发现了许多鲸鱼的尸体 收到消息的老下带女警力杀去了海边 海洋学家史密斯告诉他们 这些鲸鱼早在海里就死了 而且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这种情况很奇怪 连史密斯自己都解释不清楚 但老下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他立即去岛上找工头 让他带人去处理海边的鲸鱼尸体 但就在离开之前 一名工人发现了一枚奇怪的蛋 当他准备带走蛋时 未知生物将他一把拖进了海里 工头看到手下没有回来 就去海边找 结果自己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那天雨夜 另一名工人在家门口看到了工头 他似乎被什么东西吊着 很快就倒在地上了 工人迅速上前检查 结果屋顶上的怪物立刻抓住了工人 他的妻子顿时大惊失色 在屋子里慌忙逃窜 但最终也无法幸免于成为怪物的附中餐 直到渔夫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警察 这才得知原来岛上竟出现了如此奇怪的生物 再回到警察局的路上 老下突然看到工头的车还停在海边 这他觉得有些奇怪 于是他们立即下车检查 结果发现车里还有钥匙 但人却消失了 于是他们又来到附近的工人家检查情况 屋内空无一人 爬上屋顶之后 才发现工人被撕碎的衣服 以及工人被吃剩下的头颅 两人立即找到了岛上的医生 看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但医生说他只能治疗头痛和脑热 这明显超出了他业务范围 这时渔夫又找到了他们 原来他家的墙壁被不明生物破坏了 浴缸也被扔到了外面 老下推断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雄性怪物 造成了这样的破坏 他一定是来找那只雌性怪物的 但丽莎却说怪物得需要水才能生存 他根本不能离开大海 渔夫告诉他们 之前这里下过雨地上很潮湿 怪物可以安全上岸 考虑到今晚将有一场暴风雨 怪物随时可能会上岸攻击人们 所以他们跟随渔夫来到了最可能有怪物的洞穴 希望能提前解决危机 但令他们惊讶的是 洞穴里的怪物非常巨大 惊慌失措的两个人立即逃离了洞穴 外面的渔夫还在海滩上发现了一颗即将孵化的怪物蛋 这三个害怕的人迅速逃离了海岸 并在路上通知了海岸警卫队 但对方认为他们在开玩笑 压根没当回事 之后紧张的三个人立即来到史密斯的实验室 老夏准备点火烧死先前的雌性怪物 但火焰引起了消防喷雾 不仅扑灭了火焰 还给怪物补充了一大波能量 当几个人小心翼翼再次靠近怪物时 怪物突然弹起来包裹着老夏的脸 索性丽莎和史密斯迅速上前帮忙 经过一番缠斗 才把怪物拉了下来 然后史密斯告诉他们 怪物攻击鲸鱼的原因是为了喂小怪物 如果怪物找不到食物 肯定会在岛上搞得天翻地覆 然而当老夏看着被攻击 但同样幸存下来的渔夫时 他突然意识到怪物可能对爱尔兰酒鬼过敏 因为他们的血液中酒精浓度过高 这对怪物来说是毒药 于是老夏灵机一动 他准备让所有岛民聚在一起喝醉 直到暴风雨结束 在和酒吧老板商量后 几个人都同意秘密实施这个计划 考虑到必须有人时刻保持清醒 嗜酒如命的老夏决定今晚不喝酒 由他来控制局面 然后为了测试酒精对怪物的伤害 他们让丽莎喝得鸣鼎大醉 然后把他的血味给了怪物 结果吸了丽莎血的怪物很快就完全死了 看到计划生效 老夏这才放心大胆地在教堂向大家宣布 今晚酒吧将有一个狂欢派对 大家都可以参加 起初岛民对此并不感兴趣 但当老夏说酒是免费的时候 观众都沸腾了 老板心里滴血了 岛民们立刻都聚集在酒吧里 当人们在里面喝酒时 老夏和丽莎在车里观察情况 丽莎还从聊天中得知 老夏离婚是因为她的妻子有外遇 所以她成了酒鬼 而看着醉眼迷离的丽莎 老夏对她的感情也开始越来越强烈 眼看就要把持不住 但这时 出来上厕所的医生突然发现了大量登陆的小怪物 她立即受到攻击 老夏和丽莎立即冲过去救医生 可那只巨大的海怪又出现了 强大的触手抓住了医生 然后一口吞下了他 只剩下一个脑袋 吓得两人连忙躲进车中 车子也很合时宜的熄火打不着 碰巧触发了车顶的警报 海怪近一时间被吸引住 于是在怪物攻击警车的间隙 老夏和丽莎迅速逃进了酒吧 酒吧老板也喝上头了 扛着把灌满燃油的玩具喷子 就冲出去打算与怪物殊死搏动 可外面下的倾盆大雨 燃油根本就点不着 只得丢盔气甲返回了酒吧 但这时史密斯完全喝醉了 他不顾老夏的阻挠 直接晃晃悠悠走了出去 想要一睹旧日支配者的芳蓉 当他跑到大海怪面前时 他给怪物拍了照片 怪物似乎闻到了 史密斯身上的酒味 他没有吃史密斯 而是击飞了史密斯 不过这个飞出去的距离 怕这酒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然后小怪物们又闯进了酒吧 大家也都知道了 真相迅速躲在楼上 而且因为老夏身上 有雌性怪物的味道 所以大海怪一直闻着 他的气味在屋外游走 想找自己的新娘 这时丽莎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告诉大家 老夏可以把怪物引到宫底 然后用挖掘机把怪物吊起来 直到太阳升起 活活把他给晒成章鱼杆 老夏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 但他没有喝醉 所以出去很危险 最后勇敢的丽莎决定下楼 帮老夏清理出路 底下酒吧已经被小怪物们 当成了游乐场 他还解决了几个小怪物 但就在他拿到车钥匙后 大海怪闯进了酒吧 在恐慌中 丽莎点燃了一楼的酒吧 自己却被怪物拖了出去 幸运的是丽莎在关键时刻 捡起了一把菜刀 不停砍向怪物的触手 成功逃跑了 因为一楼被火吞没了 老夏不得不从窗户下楼 这时丽莎也开车出现了 老夏立即跳上车 怪物一路追赶 到达施工现场后 为了让丽莎开上挖掘机 老夏跑到另一边引开了怪物 但怪物用他那超长的舌头 刺伤了老夏 老夏立刻摔倒了 看到怪物即将来临 老夏准备点燃旁边的油桶 想与怪物同归于尽 幸运的是 在危机时刻 丽莎开着挖掘机及时赶到 直接将怪物推下土坡压住了他 但就在他们准备办场 开香槟庆祝的时候 怪物把老夏卷走了 老夏眼看到自己逃不掉 就把酒瓶里所有的高度酒 都倒进了怪物的嘴里 怪物立刻发疯起来 老夏被扔回了地上 丽莎迅速拿起信号枪 射中了怪物附近的油桶 剧烈的爆炸 终于彻底杀死了怪物 最后岛上恢复了和平 堪称爱尔兰酒鬼拯救世界的经典世纪 老夏也在这次危机中 重新找回了自我 扔掉了他的酒壶 他也与丽莎修成正果 但他们不知道危机 还没有完全解除 可怕的怪物将继续孵化在海岸上 这部由英国和爱尔兰地区 共同制作的怪兽喜剧片 在第一幕与第二幕的时候 对海外的刻画都是藏着掖着的 不漏山不咸水的 搭配上独有的英式幽默 将恐惧感和喜剧感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此外这部电影 很有上世纪早期欧美 B级恐怖怪兽片那位 不过本片的怪物特效制作 可一点都没有 B级五毛特效那种感觉 可这种大海怪 最多算变异生物 或者外星怪物一类 严格意义上 并不算落实恐怖的范畴 即那种对未知的恐惧 怪物身份不明的神秘感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欢迎观众在评论区留言 讨论还有哪些想看的 克苏鲁士电影或者怪兽片 感谢观众在评论区留言